由品牌方制造的盛宴活动 这到了年底就跟刷榜一样是来了一茶又一茶 前脚蓝扣的酒会才结束 一众你演员们待在寒风里被冻得鼻子通红 后脚这费家楼的分上盛点就伴上了 跟大多数红毯策划一样 男明星与女明星的吸睛指数是不能画等号的 男艺人们要么重归重举穿西装 要么整点新一座设计大体上没有太过出彩的 值得讨论的装造 而女艺人们是卯左劲人均两套造型 为了让品牌方看到自己的时尚驾驭能力 大家在审美突破方面可谓是下足功夫 不仅敢穿而且敢展示 杨超越镂空装束上阵 姜树莹挑战透视装 在这场盛点上大家的野心都不是盖的 杨超越化身血精灵 景深亮片长情显出极致好身材 姜树莹透视装艺术感 若隐弱线气质加在年末红毯的精致程度上 杨超越是一场比一场好 尝试了黑白经典配色后 这一次盛宴他选择了水蓝青的裙中底色 配合着整体的冷色调理面 在眼妆方面融入进雪花的设计 睫毛与下眼瞼卧蚕金描绘上亮闪的液体眼影 妆容是清透的 服装裁剪是凉爽的 抹胸裙本就袒露了上半身太多肌肤 而造型师在腰部剪出的漱口 做到了锦上添花作用 上领口即以下没有死板的感觉 上身是镂空的 下身是开叉的 杨超越在拍照阶段 大方展示自己的眉腿 贴身的礼服乐不出一点坠肉 杨超越的私下锻炼看来是勤快的 同样是保持住多年的好身材 姜舒颖在活动现场的眉红色衣上是有些踩雷的 可她爆出造型图时 一身透视装是大胆的 黑色与肉色的搭配 在制作皮衣连衣短裙之后 再对上身与下摆做包裹处理 透明清晰的布料上还绣着黑色的花纹 使得整个透视部分是不沉闷的 姜舒颖身穿同色系高跟鞋在阳光下拍照 透过光影的运作 白皙皮肤是若隐若现 不苟言笑疏离感 让姜舒颖高冷美人的标签再浓烈化 周依然奔发清冷高贵气息 简约穿搭不简单 预言网红潮流捕捉到位 造型器和自身概念在设过愤怒的海中 有大尺度气愤的周依然 在选择红毯礼服时 这上限是越拉越高了 此方以全黑形象出现 虽然没在色彩上做出多大的突破 但这领口一直开插到腰腹位置 算是全场大胆最深的 款式像是吊带琴 腰部两侧却又做了图案处理 黑色羽毛的设计 就如同周依然所解释的那样 自己便是金贵的黑天鹅 周依然是极简风 预言是把网红分潮的元素 把握得死死的 碎钻头链 闪光长情 机械感浓重的项链与手环 搭配上他奶茶咖的发色 俨然是游戏里才会出现的人物 红毯造型是相对保守的 他的内场装造 才是略带点疯狂的意味 过袭皮靴 花纹裙 黑色抹胸外套着红色的链子 黑与红的状色 为危险又神秘的气息 越是拽拽的样子 越能表现他所想表达的裤盖概念 连与声音都是预解的 风格自然也是强势的 那么你们最薪水哪套造型呢